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3月8日,星期二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恒指今天跌了291點收20765 今天跌穿了昨天的低位,今天的最高位就是試了日線三日味 看看小時圖 小時圖的指標,小時圖在超賣區做了一個金叉 做了第二個金叉,就像是準備做第三個金叉 第三個金叉可能是明天做的,如果明天恒指高開的話 應該會出現第三個金叉 所以如果明天恒指高開的話,可能今天的最低位就已經看到這個浪的底 如果明天恒指低開的話,這個死叉也差不多完成了 所以如果明天恒指低開的話,應該會很急地上升 即是說第三個金叉也應該會在明天做的 所以現在這個位置應該像是這個跌浪的接近尾聲的位置 用IG來看日線圖 看看IG日線圖,恒指 有個時間周期 由2月11日跌到今天,用了21-8 跌了21日就有機會時間上有個轉向 所以有機會這個跌浪的最低位可能是今天做了 看到今天最低位是20600多,可能就做了這個低位 根據IG日線圖,明天就可能會開始出陽足 所以走勢比較利好,看看它的15分鐘圖 到這個位置開始,看到走了1,2,3 原本就應該這樣數,應該是3,然後4,5 應該是4,5,這樣就結束了這個跌浪 但是它這個反彈就高過1浪 高過這個1浪,下跌1浪的位置 這樣升穿了,即是有兩個可能性 在這裡,第一個可能性就是,它這個跌浪在這個位置已經結束了 這樣升穿了下跌1浪的位置,有機會在這裡看到底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它這個跌浪從這裡開始數 這樣就會是走,1,2,然後這個是3 那會是一個Endender一路走,3,然後這裡是4,然後還有一下5 那看到1,3線和2,4線就是一個收斂的形態,就會是一個Endender一路 那就是說,這裡可能已經是看到底,又或者還有一下破多下底,這樣才看到底 那就是主要是這兩個看法的,那如果收穿這些移動阻力呢,就會更加是利好的 它現在只不過是升穿了這個下跌1浪的底,升穿了的,那如果它收穿了這個移動阻力的話呢,或者是甚至乎收穿這個移動阻力的話呢,那應該這裡 所以看到底的機會就會大很多,那看看Patreon的圖 那看看Patreon分享的日線圖,日線圖 那看到日線圖是1,2,3,4,5,那現在就走到去4轉5這個位了 那4轉5這個位呢,就是15分鐘圖的這個位置了,那應該是這樣走1,2,3,4,5 那如果這個浪一破壞了,那就有機會是這裡可能已經看到底了,那這樣 那就是說這個5也可能會在這裡完成了 又或者好像剛剛所說,它這裡就算彈得高了,那可能是加上一個Endend Diagonal 那這樣也還有一下的,還有一下,那這樣才完成的,那就是都接近了,接近完成那個跌浪的 那如果要再穩陣一點呢,那可以等它日線圖,收回這個5MA 等這個日線圖,收回這個5MA上面,就是黃色這條MA 那應該這個跌浪就完結了,那看看上陣指數,那看看上陣指數吧 那上陣指數日線圖,那它今天收大陰竹,就跌穿了1月28號的低位,那這裡就不會是1,2浪的了,1,2浪就不成立了,那看看月線圖 那就是說它現在就在月線圖數中的C2浪,就是今天這個低位,那可以量度一下它,看看會不會有些,那2浪的子浪會不會有些關係 那看到暫時是1比1的,那要看看今個月收成怎樣,如果今個月收到1比1以上呢,那應該會比較像這個2浪是完成了的,它暫時是1比1的,這個2C和這個2A是暫時是1比1比例的,那這個2浪什麼時候完呢,那就要等到1比1比1,那這個2C和這個2A是暫時是1比1比1比1,那這個2浪什麼時候完呢,那這個2浪就要等到1比1比1,那這個2C和2A是暫時是1比1比1比1,那這個2浪 所以 tych7會是暫時就能夠 dirigido,而這次,那其 córnfmHpxh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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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hjhghghghmlhgghghhphghv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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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hcha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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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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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hghghghchgwfch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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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x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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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xhghchghhc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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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his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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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xhghghghz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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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sh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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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 看看道指的日线图,道指日线图由这个位置开始是行一个WSY的调整浪 行完WSY之后,它可能会是行1,2浪,也可能会是行AB浪 接着还行一个C浪,这样就会是一个SX浪 先假设它在行一个AB浪,有一个C浪 就是一个SX浪,这样就会是反弹到跌幅70%的位置 虽然说它那个回吐比较大,但它似乎没有跌穿起点 没有跌穿回2月24日的低位,所以还是没问题的 没有破坏到这个SX浪 所以现在呢,看看它应该就4小时图出羊竹,所以也好像是 开始转回好的,好转回的,除非是跌穿回2月24日的低位,否则的话呢 现在这个浪也是在行SX浪 那这个SX浪看的位置呢,都是70%的位置 就是说都是在看355,539这些位置 那无论它是一个SX浪,还是一个星浪,就是要破坏的顶 它都会经过这个位置的,所以现在导致呢,都是在看这些位置 那看一看,纳子的走势 那看一看纳子,纳子和导致都是差不多走势 那这些位置呢,它都在走一个,W,SY 现在在走那个SX浪 那SX浪,就会反弹回这个Y的70% 那SX浪呢,就会分成A,B,C去走 那所以现在呢,就是在走这个SX浪里面的B,转 C的位置 那这个2月24日的低位呢,没有跌穿 那所以依然都是这样数的 都在走这个SX浪 那就是Y浪的70%,就是15573这个位置 那SX浪呢,就会分成A,B,C,这样去走 那所以这里转向呢,都是利好恒指的 因为现在它就在走那个SX浪的B,都完蛋了 那就转到SX浪的C,那就是向上的 那这点就会是利好恒指的 利好恒指有反弹,那我们看看黄金的走势 那黄金呢,就要留意月线图有些extension的位置到的 那拿回MACD浪吧,看看月线图的MACD浪 看着这边是新浪的 看着它是 用它这边的 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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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比较的 那就是这个 浪呢 跟这边的浪呢 比例上有关系 那这个月线图的MACD浪比较 所以就可以看看它現在去到什麼位置 看到它去到1比0.382,即是2018,這個位置到了 它最高去到2021,即2018就到了位置 2018也有機會是今個月的阻力位,因為這是月線圖 所以這個比例,1比0.382這個位,有機會是今個月的阻力位 即是今個月是2018以上就會有固壓,這點要注意 除了2018以上有阻力之外,另外一個位置就是 周線圖的量度就是2022,也差不多到 所以今個月的阻力位方面就是2018至2022這些位置 都是有阻力的,至於周線圖的時間周期就要留意 而可能下星期就有機會是轉向的,看到周線圖從這個位置開始 升到今個星期是12個星期,下星期就會是13轉折,所以13轉折就有機會出現轉向 所以就要留意了,所以就要留意了,可能這個高位就會在下星期 下星期就可能會是有機會轉回跌,要小心這一點 那就是說暫時覺得呢,2018至2022這些位置都應該會有固壓 看看原油的走勢 原油周線圖,今個星期的阻力位方面就是123元以上的位置 那是升穿了這個周線圖的2.618的比例 在這裡這個浪是前面這個浪的2.618倍 通常2.618的阻力也會大,轉向的機會也會大 如果他真的要轉向,他通常都會試回1.618,即是會試回100元的位置 但怎樣也好,他只能說今個星期的阻力位方面就是123元以上 就是一個看淡的位置,而今個星期收音足的機會就會是稍微比較大的 因為他今個星期是14的,即是上星期的13轉折 上星期的13轉折,而第14個星期通常都會是收音足的 要留意他4小時圖什麼時候會有STC死差出現 因為如果他4小時圖一死差,那就要留意他那個死差究竟是高過前面還是低過前面 如果那個死差,如果那個死差,如果是低過前面的頂 那有機會就會形成A,B浪,到時就有機會是走過A,B和C 那有個C的調整浪下跌,所以留意他4小時圖什麼時候會死差 那有個C的調整浪下跌,因爲他這裏反彈就不太像一個推進浪 所以應該會有一下C在這裏,但也要看他究竟他的反彈 反彈是幾% 那看到他的反彈是50% 那就是他應該就不是一個平台浪 那要看他這裏是不是一個A,B,C,如果是A,B,C的話那就是會是一個 如果是JF,如果是JF的話,通常都是1比0.9,那如果是JF,那就是有一個C,然後後面還有一個C,那就會是1比0.9,就會去到107塊的位了 即是這個Wsy的Y最少都要到$107的位置 暫時就是這樣看法 看看美元指數的走勢 日線圖不斷出楊竹,在1.618這個位置 可能要到星川才會轉向 它已經連續出了7支楊竹 所以這裏的五浪結構都未確認完成 這裏的1,2,3,4,5 這個五浪都是楊竹,所以確認不到結束 它也差一點去到1比1.68這個位置 即是99.6 所以暫時覺得似是去到 才會是獸仔這個黃銀比例 轉向 那就是這樣的看法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讚 未訂閱Youtube和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裝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